太平洋煤电公司PG&E 向北加州八个远的用户 发出可能紧急安全断电的通知 其中只有几个用户在湾区纳帕远 而全部受影响的用户 都是位于偏远地区 不是民居 俄罗江州以及北加州的山火烟雾 随风吹到湾区 湾区空气质素管理局宣布 爱息空气日警告言证生效 直到明天 建议市民如果闻到烟味 要留在室内并且删好窗门 我好言报道 湾区自昨天下午起 天空出现一片雾霾 并可以闻到山火的气味 就算在室内都闻得到 湾区空气质素管理局 昨天因应情况发出山火烟雾警示 然后今天改发爱息空气日警告 禁止燃烧木材 柴火和任何固体燃料直至明天 根据联邦AIRNOW网站截至中午的数据 湾区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素指数 都达到对体育人士不健康的水平 而在南湾帕罗奥图一带 还有东湾Alameda和Hayward等地 录得的PM2.5原浮粒子浓度 更加达到红色不健康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 当局呼吁市民如果闻到烟味的话 就应该关上窗门和尽量留在室内 并将冷气机或者车上的通风系统 较至内循环 以避免外面的空气进入到来 除此之外 市民也可以使用有HEPA过滤网的空气清新机 当局表示 市民不应该在室内吸烟或者炎点蜡烛等 因为会产生原浮粒子 也都要尽量避免使用噴霧式的空气清新剂 在煮食时也都要开抽油烟机 专家又指一般外科口罩并不能够阻割烟 而虽然N95和N99口罩可以阻挡原浮粒子 但如果没有妥当佩戴就未必有效 所以一般不建议在室内佩戴 国家气象局预测烟会持续到明天 风向星期四晚或者星期五开始会改变 幻区的空气质数戒时会有所改善 26台记者无耗研报道 26台记者无耗研报道